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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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多安娜 来自中国 在西方我们称呼别人的时候 和尊称 为范围 天上 女士 和夏等 但是我了解 到中共等元之间 大家会呼称同志 我想将 中兴社文大 儿子大 栏目 关国杰大 这样的称为 有什么将就呢 多安娜 你好 说起同志这一称呼啊 中国人大多都不会感到陌生 早在先秦时期 国语中就有同德则同心 同心则同志的说法 历史可谓渊源流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更是多次强调党内要 互称同志 1921年 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规定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 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 经党员一人介绍 不分性别 不分国籍 均可接收为党员 成为我们的同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 最早使用同志一词 其后 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 还是和平年代 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 不分职务高低 以同志互称 以形成习惯 1965年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 称呼问题的通知 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 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1978年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发表的公报中重申 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显 2016年10月27日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 通过关于新形式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明确要求坚持党内 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 党内一律称同志 可能有人会说 同志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要如此三零五身的强调 为此 问答20大栏目 邀请了专家为我们作答 其实 党员之间的称呼 看似小事 却关系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大原则 呼称同志既是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历来要求坚持的 重要的政治规矩 革命战争年代 一句同志歌 请喝一杯茶 唱出了根据的老悲性 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治感情 和平建设时期 一句党员同志先上 让人看到共产党人的情怀与担当 但也必须看到 党内一度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 有的人张嘴闭嘴和领导干部老板 还有的人在同志之间逞送道地 将党员同志之间的关系 永续化 相互化 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氛围 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延续性 对社会风气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党员之间互称同志并不是小事 同志的称呼 体现的是党员之间关系的纯洁质朴 相互之间的民主平等 尊重信任 更是政治规矩的重申 凸显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约束 对理想信念的坚守